在私底下我一般都会和很多小女生一样 在家里面上上电脑看看一些书 但是我最近经常在看一些心理上还有星座上的书 觉得星座很好玩 因为如果我问你是什么星座你说了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对你这个人以后的表现 我会有一些先险 就会觉得你是应该是一个大体是什么样的个性的人 我会要用什么方式来和你相处是更好是最好的 在我的博会上面可能一次就会留100多个留言 然后让我有有时候我隔三天都会看到 都是怕一个人抓整班 然后发很多邮件给我 甚至是接话到公司来 然后打电话给我经纪人 然后我经纪人接电话了之后 他说我经纪人说 喂你好请问请哪位 请问江西里在你旁边吗 如果说特别有趣的话 还是我第一次我第一次拍我第一个偶像剧的那个一个合作的演员吧 他是很勃然的 然后他也是真的特别有趣特别 他是跟我一样白样做 都是AB型的 然后性格和我一样特别直特别爽拍 为朋友可以两位插刀 你选不选过 你干嘛不要拍我 赵云就很花心哦 你是这一对 好 谢谢 可以让我为大家证实一下 这到底是 是真的还是假的吗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很多人问过我了 可以啊当然可以 我来试试看哦 真才十年好有弹性哦 哈哈哈哈 谢谢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